94 《大公報!聽演講!2015年7月26日小公園A21彩評書非每年書展》 名家演講都是重頭戲 亞洲洲看副總剛迅,請來各路英雄在者裏大顯身手 給書展帶來很高的聲譽,也為讀者帶來極大的驚喜 今年書展,年度作家李歐凡教授的演講師一定要去的 他的演講師路廣闊,天馬行空,很有啟的性 除了李歐凡之外,我本來還打算聽四場名家 周國平,龍英台,陳若熙和侯孝賢 這幾場都是大熱門,座位特別難求 周國平是開幕第一場演講 我一早就去,已經看到演講廳之外 帶牌長龍,行規江順幫忙,他足手下留位給我 周國平那場,講得相當不錯 他的講題是人生的三個覺醒生命的覺醒 自我的覺醒,靈魂的覺醒 呼籲讀者擺脫肉身的限制 不斷尋求超越自我 最後半個小時是聽眾提問時間 沒有想到這樣的講題 居然引起很多讀者發問 時間根本不夠 糟糕的事 只聽了一場周國平的 接下來我就敢無法消病到了 我歸咎於展場演講聽冷氣太厲害 也許我不上班多時 對這樣冷的空調已不能適應 那天沒去聽龍英台 感覺特別吐腦 據說反應之熱烈 是書展各場演講之觀 也不奇怪 龍教授的演講一直是很有力量的 特別受歡迎的 歷來如此 好在第二天 明報就將演講稿刊登出來 彌補了我的遺憾